之后这个都没有看到了 都没有看到之后呢 这样是还不过因为 这个山面一层还有那个树叶嘛 我们就既然那个 已经掉了两年三年的树叶 拿过来再给它补上去之后呢 就是停停了 跟那个原来的 那个平面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之后呢 那个山主总那边 到这里的时候 他看到有钢线 以前是没有啊 他经常总这边过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嘛 现在有回去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到山肉 所以呢 我们就用一点器材来这里 拿一个酥盆 这样给它围起来 绕起来 这样的话稍微就看不到了 可以偏那个山主 可以偏那个120斤的 这样 对 结果都是没有看到的意思 我都没有看到 没有想到 那边一出来的时候 经过这里都看不到什么 他因为这个都没有啊 平常总这里都是很安全的 没有想到 看到他的前脚头后脚都一样 下去罩罩罩罩 这样下去了 卡到了 在卡到了之后 他就一直一直下到嘛 一直绕 他这个圈子就一直很紧 越拉越紧 对 越紧时候他就没有办法 一再就是半天 一天三天四天都有的 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去 然后别掏牢的时候 它要怎么生火,知道吗? 怎么活,知道吗? 它是过了,喝水,它都需要 所以它是因为森林的那个 森林里面的泥土都是潮湿的 所以它一直往地下挖 然后顺便吃那个蚯蚓 还有一些昆蟲 还有那个大树的树根的那个 它可以咬来吃 然后水分不够的话 它可以把森林里面的水分 硬成的,就这样 但是它的身体是会比较瘦 但是山寸是没有肥肉的 不是瘦肉的 所以呢,它已经套牢之后 我两天再去看 我的梦很好 因为我是农忙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看 把海在那边一直挖到挖 挖到两天三天的时候 把森林全部推上来 它往里面睡觉 然后它手挖的洞就是 我们外面那个三百的 那个怪手的一个手 就挖出来的 就很大 所以呢,我们这样看的平面 看不到它的高度 也看不到那个山寸的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啊 我第三天的时候 我会去看 我去看的时候 我总五十公尺外的 从这里算到 到那个五十公尺 它就知道有人要来咯 对,因为它跟泥土是一体的 它可以从那个泥土里面 可以听到我们慢慢走进来 对 然后呢 我走到那边进来之后 我就看到了那个山寸 对,到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钻在它那个 那个脚的地方 这个钢线接近了地方 因为它会滚嘛 滚了之后 它这个钢线是阻滑的 如果你注意看 如果还要剩下一两次的话 你就不要靠进来 因为它这个一震动 就把它钻下去 这个会咬人哦 对 这个会咬人哦 这个不能摸 对 这个会咬人 对 无险 对,真的 你看这个都不太陥近了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去靠近的话 我们的装备都有 那个直到 可以乱在这里 对,我们去看的时候 很安全 这个都没有坏掉 那就很放心的 就去靠近它 但是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追着那个山猪 它的眼睛一直不会离开你 对 你稍微一动它就这样动 对 你要怎么去吃它的心脏 因为我们要吃那个 山猪都是要吃它的心脏 你怎么吃 土里会滑掉 你这样吃它会滑 马上会咬 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包包里面 你刚才背的那个 刀 从那边 拿起你的毛巾 或者是袋子 让它咬 然后就再咬下去 刀子在这里 你放这里 你就要抓住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气球 你有什么问题 你稍微丢到它的右边 右边进去的话 你再丢一刹那 这个就去 你这个眼睛要很利 对 你这个要丢出去 它的心脏就给你了 因为它去铺那个 你做的东西 它去铺的时候 那一刹那十点 你就要吃下去了 那刚好达到它的心脏 有失败过 如果失败 你就是变山猪了 就回来 对 因为那个里面是洞 那个里面是洞 你这样稍微 这样一紧张就下去了 哦 所以 我们做列人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很小 很多是被那个山猪 对 所以我已经把那个 一百多斤的山猪 抓到之后呢 我就把它的毛 我让你们看 就是波朗它背的那山猪的毛 好 在这里